他叫阿飘,猛鬼界的精英 每天兢兢业业的出来工作 吓倒过无数的牛大胆 他有着修长的美腿 穿着虚无缥缈的黑石 五百年的白内障病史 彰现他的尊规 今天,只要吓到这个 坐在马桶上刷牙的吊丝 就能完成指标了 他叫阿伟 和正常人不一样 他能看到鬼 一不小心就和阿飘对视了 阿伟极力掩饰 想要装着看不见 但是阿飘不想放过他 怎么办,怎么办 被发现了怎么办 本来想放过你的 可是你的嘴也太臭了 几天没刷牙了都 阿飘乖巧的来找阿伟道歉 然后承诺永远消失不见 这满满的求生欲 怪不得人家能活这么久 再说说这阿伟 他是职业驱魔人 但并不是很强的那种 只能抓一些弱小的鬼魂 当然,报酬也低的可怜 过肩摔二十块 后空翻一百块 他的目标是赚够十亿 然后治好他的眼睛 但是偶尔 他也会接到一些有困难的委托 比如这个身高一米五八的强大鬼魂 一瞅自己就不是对手啊 打不过就跑 这没有问题 他已经存够了一亿两千七百万 按照这个速度 死之前肯定能实现愿望 阿伟这个天赋 是有家族遗传的 他二叔 曾经是名震四海的大法师 但是由于长期破戒 导致法力禁食 现在只能到处装装片 这天晚上 阿伟接到了一个大单子 去学校驱除一个鬼魂 报酬竟然有一千万 有了上次的经验 阿伟多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类型的鬼 结果人家说 这就是一个女高中生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这一千万 简直是手道勤来 阿伟想都没想 就来到了学校 然后在教室里 发现了他的目标 这是个价值一千万的女鬼 阿伟不禁感慨 这女鬼看起来就好厉害呀 不是你从哪儿 看出来她好厉害呢 小心死得半天船 阿伟想再看一眼 结果女鬼不见了 刷了一下 跑到她的后面了 大战之前 必放狠话 我告诉你啊 我跆拳到十把段 空手到二十七段 我打赢可疼了 上来就是一套 价值十块钱的大拨溜的 然后是一套 价值二十块的过节水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你还不死 结果女鬼没啥事 还怪她 怎么能打女人呢 阿伟表示 你怎么能是女人呢 你可是一千万呢 刚要动手 这一千万突然心脏病犯了 正所谓 漂亮女人的话不能信 漂亮女鬼的话 那就更不能信了 果然 一千万在耍炸 先戳你的双眼 然后一套组合拳 好头发 三嘴巴的 是一顿招呼 阿伟被收拾的是 逼情练中 一千万还在不停的嘲讽 那回到家之后 阿伟化悲痛为力量 把自己的牙 刷得是异常感情 接着 他带上了法宝 金背大砍刀 打算一雪千尺 但是这个大砍刀 屁用没有 最后还得靠 三年和女鬼来了个五五开 抱着他滚到了楼梯下 还顺便奔了一些女鬼 这一奔 仿佛唤醒了女鬼的记忆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是他的初吻啊 结果受伤的不止阿伟 还有他被出生的儿子 两个作识的灵异爱好者 想在学校内拍摄鬼魂 这时候 摄像头里 突然出现了奇怪的人影 他们如夜以长的见到了鬼 逃跑的时候 还遇到了阿伟 阿伟和女鬼也被这个鬼吓坏了 好不容易逃进了电梯 没想到 这个电梯还是个声控的 但是 穿墙可是鬼的基本技能啊 阿伟一拳击退女鬼 回过时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女鬼啊 这分明是个女装大佬鬼 几个人慌乱地逃出学校 却被大雨拦住 我不禁疑惑 这吓得是流酸吗 这时候 灵异爱好者突然想起 刚才那个女装大佬 就是喜欢偷看女同学的变态老师 听到这话 阿伟转头回到了学校 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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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这个变态盯上了一千万 说啥都要和他拍个鬼片 就在这个时候 阿伟出现 一个飞刀 没看着 接着就被变态老师一顿殴打 面对这样的强敌 阿伟使出了必杀机 就在这时 阿伟起身 一着段子绝顺脚 啊 被发现了 一人一鬼 联手制服了变态老师 一千万发现了变态老师的弱点 他叫阿伟砍他的后颈 阿伟抄起大砍刀 直接就给变态超度了 那么这个驱鬼方式 怎么就这么眼熟呢 这时候 阿伟想起了给自己发布委托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眼前的一千万 看着自己被识破 一千万打算蒙混过关 阿伟让他支付一千万 但是 这可真是赖蛤蟆趴脚背 不要人各样人 阿伟这一趟算是白干了 而一千万 他的名字应该叫金贤之 因为他失忆了 不记得生贤的事情 在与自己的好姐姐聊天的时候 他提起了接吻的事 姐姐告诉他 那你就再去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找回记忆 说完就去教堂了 姐姐要去祷告 让自己的小仙佑早点来见自己 而金贤之为了找回记忆 再次找上了阿伟 开始了蹭吃蹭喝的赖皮生活 这部就叫打架吧鬼神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追追完整吧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不要你关注 么么哒 前天晚上呢 我挑战了一些我的软肋 整了一部恐怖电影 看完之后呢 我是整宿没睡觉 头发没少掉 憋了一宿尿 是吓得不要不要 今天就给大家整一下这部 泰国经典恐怖片 厉鬼僵硬 有情提示啊 胆小的别害怕 影片开始 小女孩在一个破房子醒来 接着 本片的女主角 扶桑嫂子 闪亮登场 人瘦外号 抠眼狂魔 你别看得瘦 但他有肌肉 你别看得头发少 但是人家身材还挺好 随后 两个人就展开了一场 你跑我追 你追我敢 你喊我笑的追逐戏码 虽然嫂子个儿不高 走路打转还发飘 但是对付个学龄前儿童 还是手拿把掐 扶桑嫂子在一次大伙中 失去了小孩 精神失常之后 他就抓别人的小孩 抠掉眼珠的 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 贯彻从绑架 伤害 到说后 三位一体的服务准则 但是很快 他的恶行 就被村民们发现了 愤怒的村民 打算把扶桑嫂子活活吊死 就在嫂子小腿乱登 拼命挣扎的时候 镜头一转 来到了电源 这是一部即将上映的恐怖片 厉鬼 负责电影放映的刚的 有一个挺漂亮的对象 小翠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刚刚都染上了恶习 不仅嗑药 还家暴 最近还迷恋上了买彩票 甚至把小翠的手表点当了 两个人就这么分手了 分手之后的刚的 决定洗心革面 绝不嗑药 告别彩票 努力赚钱 再去前缘 而他赚钱的方式 就是卖盗版电影 你这洗心革面 洗的挺干净啊 活该你见鬼啊 和刚的一起的 还有他的同事 两个人利用植物纸边 一个放映 一个录像 他们今天要录的 正是这部 即将上映的厉鬼 结果刚那是 干啥啥不行 睡觉第一名 直接在放映室睡着了 醒来之后就发现 同事不见了 接着他拨打了 同事的电话 电影院里 刚的拨打电话 铃声竟然在 电影里响了 回头一看 哎 电影里那个 没有眼珠的尸体 瞅得哪这么眼熟呢 再仔细一瞅 哎 那不就是自己同事吗 反映过来的 刚都明白了 自己是见鬼了呀 而电影里这个 抠眼狂魔 扶桑少的 也彻底缠上了他 是在他的背后撒娇 又在他家的御师胡闹 没事还躲个猫猫 露个美腿 跟他打情骂俏 甚至就在电梯里 也是举高高 要包包 虽然说好吃不如饺子 但是这么热情的少的 刚都实在受不了 前几有小翠 看他五米闪到 怀疑他又嗑了药 刚都就告诉小翠 我说自己见鬼了 你能信不 小翠说我信呢 毕竟相信市场有鬼 也不相信那张破嘴 没办法 刚都拿出了 他们拍盗版路线的机器 里边拍下了 同事被袭击的画面 他告诉小翠 同事就出现在电影里 被扶桑嫂子 抠了眼珠的 虽然说这个事挺玄幻 但是小翠还是回去查了资料 结果发现 这个电影里的扶桑嫂子 竟然真有其人 并且他的尸体 一直没被找到 小翠就心想 如果找到扶桑嫂子的尸体 给他做一场法事 说不定人家一开心 就放过缸子了 两个人来到了 扶桑的村庄 在这里 他们找到了那个房子 然而在房子里 他们并没有发现 扶桑的尸体 只有一根被切断的绳子 接着 他们得到了一个 惊人的消息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都会被电影里 这扶桑嫂子整死 这个情节 就挺像那个 五月兄灵 但是电影里 这个扶桑嫂子 其实并没有死 而是在养老院 活得好好的 那么缠着 刚刚这的嫂子 到底是什么呢 看着电影上的海报 刚刚才确定 缠着他的 就是海报上的厉鬼 小翠若有所思 两个人来到了 电影的拍摄公司 结果发现 这里早就没人了 他们找到了一些 片场录像 然后发现 这个扮演扶桑嫂子的演员 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因为保险绳断了 所以他是真的 被吊起来了 导演还以为 这演员演技真好啊 演员认为 大家是见死不救 就特别憋屈 还挺生气 这股怨气呢 就留在了电影里 凡是看过他这部电影的人 都会被他送走 整个剧组的人 都已经让他团灭了 知道事情圆维的刚的 急忙跑回了电影院 等擅长的观众走完之后 他立刻跑进了后台 电影还有两天才上映 他要在上映之前 烧掉底片 然而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 自己仿佛被困在了 这个时间里 不管跑进去几次 底片依旧完好无损 影片的最后呢 刚刚还是没能幸免 被扶伤嫂子 抓进了电影里 而这部电影 也如期上映了 票房大卖座物虚席 这部电影怎么说呢 虽然剧情挺老套 但是这个泰国的恐怖片 惊悚程度还是很高的 对于那些跟我一样 对恐怖片感兴趣 但是看了又色色发抖的人 看我的解决就行了 嗯 就这样吧 今天就不讲喜剧了 给大家讲三个 特别恐怖的鬼故事 第一个故事 老头的咸牙蛋 说阿伟因为感冒出院了 但是他是一个职业赛车手啊 在医院里根本嫌不住 于是 就这样 他从感冒 变成了下半身瘫痪 但这个事吧 那说出去有点磕症 于是呢 他特意要了一间单人病房 进来一看 阿伟就不得意了 我不是要单人病房吗 胡子就说了 是啊 是单人病房啊 阿伟感觉自上被侮辱了 我是下半身瘫痪 我也不是眼睛瘫痪呢 旁边的老头干啥的 胡子一看 哎呀 没藏住 急忙就解释 旁边的老头不行了 现在就剩半口气了 只要把管 马上演气 等明天 他将来告别之后 咱就把管了 你就将就一宿 明天你就是单人病房了 阿伟也不是墨尽 主要吧 这不能省一宿单件钱的吗 仔细一想 还有点美滋滋呢 阿伟就开始对这个 一天的私友特别好奇 有事没事吧 就偷瞄人家 他就发现一件 特别诡异的事 这老头 皮肤看起来皱皱巴巴 但是却刀枪不入 不过 更诡异的还在后面 别害怕啊 是银 这帮银呢 就是老头的家属了 是来看老头最后演的 医生就问了 拔不拔管啊 家属的意思是呢 等明天再拔 还有一部分人没来呢 从对话中也得知了 这老头是一个大使 挺厉害的大使 临走的时候吧 家属还在床头 留了一片鲜鸭蛋 等到半夜的时候呢 气氛就逐渐诡异了起来 阿伟自然是睡不着 因为都饿一天了 也没人送个饭啥的 他就开始查人家老头的鲜鸭蛋 刚要伸手去拿 哎呦我去 什么玩意儿 刷了一下就过去了 回头一看 那老头躺得不好好的吗 刚刚松一口气 突然被人锁猴了 护士闻声赶来 哎嘛 这孩子啥的了 咋自己掐自己呢 是不是想逼老头先走啊 阿伟就说了 不是 是那老头 他偷袭我 他掐我执行管 护士一听就乐了 这老头都这样的 还掐你执行管呢 赶紧去叫我 阿伟急忙叫住他 说啥都要换个房间 护士就告诉他 不行啊孩子 咱家今天都住满了 没有地方了 睡着肯定睡不着了 阿伟就行是吧 唱歌缓解一些压力 这老头都还唱起来了呢 现在的阿伟 只想逃离这个单间 但是老头似乎没进行 说啥都要和他掰头一下 护士再次赶来 哎呀妈 这孩子咋睡地上了呢 地上多凉啊 快上床 阿伟是说啥不干的 老护士是一针安定 直接让他寒泪如水 没过多大一会 阿伟就醒了 睁眼一看 老头直接处得肚子上了 光个小脚丫 也没说穿个黑石什么的 老头二话不说 上来就开始和阿伟互动 我说瞎蛋 你说药 瞎蛋药 瞎蛋药 场面是非常激烈 老头大概说了3000多次瞎蛋 阿伟大概互动了2700多次药 这一球可算是熬过去了 老头也成功八个碗的 老护士缓缓走进来 咔嚓一下就跪下了 整了半天 老头来个灵魂换位 住进了阿伟的身体里 而这个护士呢 正是他的爱徒 阿伟是手手拐柜做轮椅 那怎么看都像陈冠希 第二个故事 红色皮甲克 传说在学校的篮球场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穿红色皮甲克的大姐 啥也别说 啥也别问 转头就跑 因为一旦你被她抓到 她就能让你知道 她的皮甲克为什么这么红 据传说 每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 都会遇到这个皮甲克大姐 小美自然是不信 毕竟每个学校都有那么几个奇奇怪怪的传说 不是吗 和中文姐商议之后 他们决定 把这个故事讲给室友听 吓唬吓唬他们 然而刚到宿舍 原来今天是中文姐的生日 但这个生日派对吧 整的不咋地 房间布置的吧 有点像那个结婚时候结亲的那个房子 晚上室友也不会来生 就知道可以吃蛋糕 也不站起来提一杯 给寿星说点祝福与啥的 不过饭后的娱乐项目还不错 打了好几把斗地煮 直到深夜呢 压轴节目就来了 没错 就是喜闻乐见的鬼故事环节 室友兴奋的不得了 当时就给灯光了 就听小美缓缓到来呀 那跟你们说呀 如果在咱那个篮球场 你看到了一个穿红色皮夹的女人 那你可千万别跟她说话 直接就跑 因为你一旦让她抓着了 她就能把你撕碎 讲到一半 有个室友就提问了 你说那个大姐老在篮球场出没 那要是奥尼尔打篮球的时候 遇到她 谁能撕碎谁呢 就那个大鲨鱼奥尼尔 小美当时也不知道咋回答了 好在室友帮她解了围 咱也别讲啥红色皮夹克的 咱来一首红色高尔鞋吧 气氛逐渐就诡异了起来 几个胆大的一开灯 啥也没有 突然屋里传来了惨叫 室友说看到了红色皮夹克 单一筹也没有啊 室友就开始责怪小美他俩 都怪他们讲了鬼故事 就这样小美他俩被赶了出来 然而他们刚走 秦氏就出事了 咱说大姐你慢点啊 那好饭不怕晚呢 剩下两个室友想跑 只见大姐一个立定跳远 哎嘛脚崴了 只剩下了小美和钟喷姐 突然 而小美却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个故事 车速过快 请系好安全带 所有四个灵异爱好者 他们咒服夜出 每天出没于各种鬼物之中 只是为了寻找到未知的恐惧 这就是他们快乐的源泉 而今天 他们的目标 就是这条著名的猛鬼隧道 传说呀 进入这条隧道的人 就会看见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四个人进入隧道之后吧 就开始搞气氛了 说我看见什么什么了 你又看见什么什么了 三句话反正是不离一个鬼人 咱说这都没到一分钟 车就开出来了 也没发生啥惊险的事啊 大家行事发表发表过口感吗 一小伙就说了 我刚才看见真子了 我还看见家业子了 那开车的小伙听不下去了 我还看见小仓有子了呢 这么说吧 这几个年轻人 多多少少都沾点那个大病 这一趟猛鬼隧道之旅 也没啥收获 四个人就曾经在自己的胡缘乱罩中 不知不觉呢 已经到了午夜十二点 这时候 他们突然在路边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午夜十二点 路边的长发女人 那恐怖的气氛一下就出来了 这可把几个人兴奋坏了 这可是把手伸进了粪坑里 完全够死了呀 随着他们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一个女的就害怕了 那不行咱就回去吧 别看了 那开车的小伙就笑她 怕啥呀 来跟我一起大喊一句 小爱同学叫爸爸 喊男就跑 哎真过瘾 开到七十来卖 我看你怎么追 然而她在后视镜一看 不仅如此 这个女人还念念有词 那么这期鬼故事就结束了 估计也没有下一期了 我是大技 不要你关注 么么哒 通灵男孩 勇斗变态杀音狂 今天给大家整一部 2022最新的惊悚片 据说评价还很高呢 第二名 黑色电话 这位同学叫小明 号称学校的第一神头手 但是这次比赛 他就失利了 因为学校新转来一个日本小孩 不得不说 这小日 这球打的还是不错的 啪一半就给小明干输了 这让小明在女神面前丢大了脸 接着 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当天下午 日本小孩失踪了 第二天 小明和妹妹一起上学 正巧遇到了好哥们罗宾 正在和臭名远洋的小爸打架 你别看罗宾瘦瘦小小的 打起架来 那是相当的勇啊 这就和小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明的性格 十分细腻 说话也是宾敏有礼 这种性格 被学校的同学们 友好的称为 娘炮 是坏小子们首选的欺负对象 但是他有好哥们罗宾罩着 这帮坏小子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罗宾就告诉他 别老看一些少女动画片了 多看看男人该看的电影 让人面红耳赤 血脉膨胀的那种 小明一听 哼哼笑了 而另一边 妹妹找到了警察叔叔 说他知道小孩失踪的线索 因为他梦到了黑色气球 和黑色面包车 警察难以置信 他们确实在线上 发现了黑色气球 但是他们从来没公开过 案件的细节 那妹妹怎么会知道呢 妹妹一口咬定 说是做梦梦到的 一转眼就放学了 妹妹说要去同学家玩 让小明自己回家 小明回到家后 就发现爸爸睡着了 于是他就想起了罗宾的话 找出了爸爸珍藏的录像带 看着他是灭喉耳赤 血脉膨胀 这恐怖片 果然能锻炼胆量 看着看着 他就睡着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 他被一声尖叫声惊醒 得知妹妹把梦境告诉了警察 爸爸怒不可遏 因为他们的妈妈 就有一种通灵的能力 能够梦到过去发生的事情 和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 而妹妹完美遗传了 做梦的能力 他们的妈妈 就是因为这种能力 分不清梦境和现实自杀了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也变成这样 妹妹答应爸爸 以后绝对不会 把做梦的事说出去 然而第二天 又有孩子失踪了 是小明唯一的好朋友 罗宾 他求着妹妹梦梦罗宾 看看他是被谁抓走了 但做梦这事吧 是得看缘分的 不是说做就能做的 而没有了罗宾的保护 学校的坏脚子们 又盯上了小明 变本加厉的欺负他 还好妹妹非常用 拿起一罐石头 直接帮哥哥解了围 他放学在被欺负 小明特意绕了一段路 碰到一个魔术石 打翻了东西 他上前帮忙 结果被人喷了一嘴的 不明液体 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密室之中 抓他的人 带了一个大长脸面具 面具男表示 他不会伤害小明 只要他听话 就给他吃给他喝 小明当然不信呢 当面具男离开后 学霸的书星就展现出来了 首先 门被上了锁 角落有个马桶 电话线被剪断了 还有一个够不到的窗户 冷静分析之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出不去了 过了一会儿 面具人换了一封面孔 又过来给他施下心理压力 说这里荒无人言 他叫不喉咙也没有用 小明被吓得不敢睡觉 突然 那个被剪断线的电话 响了 原来 不只是妹妹遗传了妈妈 小明也有同样的能力 不过不是做梦 而是打开麦克风交流 通过电话 小明能和亡灵对话 电话的另一头 是最开始失踪的日本小孩 他告诉小明 自己被面具男杀害之前 在马桶附近 发现了两块地板砖很松动 他可以挖个地道出去 于是 小明就开始挖地道 然后把土冲进下水道 挖累了 就躺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 面具男杀给他送饭了 但是在出去的时候 门没有锁 小明刚要开门 电话又响了 这回打来的是一个暴童 他告诉小明 千万不能上楼啊 这是陷阱 上去了 就会被活活打死 小明偷偷爬上楼 果然 在楼上等着呢 另一边 妹妹想通过梦境 找到哥哥被谁抓走了 警察也开始挨家一户调查 热心市民还玩起了侦探游戏 向警察说了自己的推理 一看就是 这段小说看多了 警察没有理他 而在热心市民的 地压室里 正是被抓住的小明 有人就问了 面具人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而是每天还给他送饭呢 道理很简单呢 之所以叫变态 那是因为脑袋不正常 面具人只杀不听话的孩子 所以每次都故意不锁门 引诱小明 当个不听话的孩子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这一次 是一个自行车少年 他说面具人抓了他之后 用他的车锁锁住了大门 密码是23317 而且少年告诉他 面具人现在睡着了 这是最好的逃离司机 小明小心翼翼输入了密码 但却被门口的狗发现了 面具男随即进行 小明是一路狂奔的 但还是被面具男开车追上了 这下他彻底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他的好兄弟罗宾 罗宾告诉他 没有逃跑的办法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反抗 他让小明把话筒里塞满土 变成一个锤子 然后又训练他如何躲闪反击 而另一边 妹妹通过梦境 终于梦到了面具男的房子 而小明这边布置好了陷阱 就在外边 妹妹骑着车开始寻找 半路被死去的孩子们拦住 一回头 正是梦里的那个房子 妹妹报了警 而热心市民这边 突然发现了 按照自己的推理线索 被抓走的孩子们 应该就在这里 他来到地下室 看到了被关起来的小明 他告诉小明 这是自己弟弟干的 他马上就救他出去 然后面具男拎着斧子 他要好好惩罚不听话的孩子 小明一个多散 接着把面具男引到陷阱位置 让他掉进了坑里 拿起挂满沙子的话筒 按照罗宾教他的 一次次重击面具人 最后用电话线 解决了面具人 而另一边 妹妹发现的 其实是另一所房子 第二室里埋着的 都是之前遇害的孩子们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一部非常标准 又有点玄幻的金融片 没交代 面具男为什么这么做 但从第二室里 马桶和电话也能拆出来 面具男或许是因为 小时候淘气 被关在了第二室 遭受了虐待 所以这部电影 其实是一部教育电影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鬼故事又来了 友情提示 请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观看 我怕你笑抽了 没人给你打月二零 鬼修女 恐怖节的大卡了 看过瘟子人 招魂宇宙的 都知道这玩意有多厉害 但是今天 他来错地方了 看没看到这两个汉字 无管 但正常人看到这玩意儿 第一时间都是害怕 那深情对视之后 Hello Kitty男孩 果断抛弃了黄毛 别跟我讲什么兄弟情谊 来世再做兄弟吧 弱小可怜无助的黄毛 痛定失痛 终于想起了 自己是个习武之人 人家还顺便换了套衣服 空中转体720 招招命中要害 精确瞄准 一个大飞脚 倒化金钩 外加一套永春 琴拿格斗 是样样精通 这时候想跑 那就有点晚了 估计现在 修女心里边 只有两个字 后悔 这年后当鬼也挺不容易 想要出轨吓人 是需要考驾照的 合格的你才能上路 而且考试非常困难 从来没有诡异事情通过 考试的场所 被人们称为兄宅 监考官宣布考试规则 就是吓跑外边的 六个工具人 考试全程直播 不允许作弊 科目一 要让人类的尖叫声 达到70分倍 如果有人被吓掉了 还能加分 但是如果被拍照了 就马上淘汰 科目一还是很简单的 还没等他动手 工具人就被关门声吓跑了 经过检测 分配声超过了100 科目二 变速行驶 作为一个鬼的基本功 通过也是没有什么压力 科目三 背后偷袭 阿飘展现的高超技巧 让后考厅里的鬼都叹为观止 科目师 转电视 这项也没有什么难度 毕竟看过前辈的教学资料 后考室里一阵欢呼 难道阿飘会成为第一个通过的人吗 只剩下最后一个考核了 制造骗局 这是最难的科目 但是阿飘早有准备 一开始 他就混入了工具人中 发现不对劲的工具人们 落荒而逃 但就在阿飘高兴的时候 监考官却说 不合格 因为他被工具人移落的手机拍下来了 而且还加了大头特效 幽暗的房间里 医院惊恐的环顾四周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音冷 尖叫声引来了医生 医院惊魂未定 说自己看见鬼了 医生听到后非常淡定 告诉他世界上并没有鬼 好不容易平复了医院的心情 然而当他一低头的时候 发现医生没有脚 然而医生表示 现在不是流行大号的裤子吗 时尚 肯定是自己太敏感了 可以转头 又发现桌上的镜子里 竟然看不到医生 然而医生表示 这就是个照片啊 那边才是镜子 为了让他相信自己是个人 医生握住他的手 你看吗 我有体温吗 接着 他又让医院按住自己的脉膜 然后大口呼吸 可能是吃了臭豆腐 有股腹臭味 医院急忙说相信了 但是医生觉得他很敷衍 于是又拿了根针 看吧 鬼会流血吗 医院急忙说相信了 但是医生表示 不 你没有 于是又当了他那边 卸了200cc的血 医院说我信你了 你怎么就不信呢 医生说 我怎么能相信你相信我了呢 就在这时 护士听见了吵架声 医院急忙解释 我们没吵架 这时候医生又对护士说了句 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 你看给人家吓得 问题来了 到底谁是鬼呢 有情提示一下 医生从头到尾 没有提过医员的名字 护士为什么会知道呢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实在太吓人了 咱们下期见 人要是单身久了 看女鬼都眉清目秀 二狗子是一个黑帮大哥 侮入了一间闹鬼的房子 虽然女鬼尽量展示她的凶狠 但是也架不住 二狗子这颗好色的心 你说啥我也不走 你拽我我也不走 最后在 王靖骑士令采臣的加持下 与女鬼过上了 没羞没少的生活 以上剧情 纯属瞎掰 真正的剧情是这样的 事情要从小翔说起 他是二狗子的手下 正在帮他运送一批钻石 柴迷心跳的他 想要独自吞下二狗子的钻石 于是携带钻石准备跑路 在一条山路上 路上突然出现了个人 小翔急忙躲避 冲出了护栏 车子撞到了树上 他选择了一个 最近的村庄寻求帮助 这里是一片祥和温馨的环境 村民们在这里农作 小翔向他们寻求帮助 但是他没有中花烟 村民们并不想帮他推车 小翔只好向这帮 纯属的村民们借借一宿 村民们纷纷回忆起 上次帮别人推车的时候 还分了好几盒中花烟 你别说 那也可要出了呢 小翔若有所思 暗自决定 下次出门 一定多带几盒盐 村民们带他来到住处 小翔的第一件事 就是冲进厕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拉出了之前吃下的钻石 还来不及高兴的 村民们就在门口告诉他 警察来了 叫他赶紧出来 不然他们就冲进去了 小翔只好再次吞下了 刚拉出来的钻石 刚吞下去 村民们又告诉他 警察走了 小翔想要打开门 结果门把手却被拽掉了 而他也感觉到了 卫生间里的气氛不太融洽 他用裤衩子擦了擦玻璃 一个人影出现 接着他又踩到了门把手 直接来了个连锁反应 村民们看着倒在地上的小翔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中一个老头 发现他的鼻子里 竟然有一个钻石一样的鼻子 这颗鼻子 弄得大家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这颗亮晶晶的鼻子 最后大家一商量 决定分账 但是尸体怎么处理呢 财迷心窍的他们 决定把小翔弃在墙里 但是小翔并没有死后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就要被弃在墙里了 为了不打扰自己弃墙 村民直接给他鼓了一把销 而二狗子 也通过了手机定位 找到了小翔的位置 他带着三个小弟来到了这个村子 他问村民 见没见过小翔 但是村民大喊说呀 万一对面是警察呢 二狗子生为大哥 混迹江湖多年 这样的人 他见多了 不动用一点手段 他们是肯定不会说的 于是二狗子抽出了 他随身携带的大刀 直接按在了老头的脸上 就给他来了一个刮胡子 这实在是太残暴了 他还只是个老人呢 暂时问不出情况 他们只能在这里先住下 二狗子是个极其自恋的人 不管到点睡觉 都得挂上自己的照片 小弟们也都知道他的癖好 随身都会携带 斧子 还有钉子 而在墙里的小翔 还没有死透 听见外边有人 便开始拼命的呼救 我跟你说个事 我要往墙里钉钉了 那墙让我说救命 那怎么的 墙怕疼呗 还喊救命 手下只好接着钉 眼看钉子就要砸到门子上了 小翔大声呼救 墙要喊救命了 废用 啥也不是 我来 照片终于是挂好了 就是不知道小翔怎么样 这天晚上 二狗子睡觉的时候 感觉到气氛不太融洽 于是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大刀 窗外一道人影闪过 二狗子急忙追了出去 路过了一块坟地之后 他来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 在这里 他遇到了正来吃饭的村民 村民们则提醒他 一定要小心身后 二狗子惊醒 原来这是一场梦 小弟这时候问他 昨天晚上去哪儿的 难道这一切不是梦 二狗子也顾不上小强了 直接让手下带上武器 打算给女鬼来个物理超度 他按照记忆 找到了那个破旧的房子 这个时候 手下告诉他 男人自带的杨港之气 是女人最害怕的东西 这不是扯的案吗 谁能信呢 突然女鬼从天而降 而他们也来了个瞬间移动 这给他们吓得 裤子都顾不上提 就开始玩面的跑 而村民们这边 怕小强招而被发现 他们想要转移尸体 但是没想到 小强还没死后 他们想要把小强埋在地里 正巧碰见了裸奔的二狗子他们 正所谓是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们只是在成练 我们只是在种地 回来的二狗子 在地上发现了一只 秀着Hello Kitty的把子 这是他亲手给小强缝上的呀 他更加肯定是就把村民们给他藏起来了 这只Hello Kitty的袜子 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是村民们还是死丫子嘴硬 就是不说爱咋咋地 而已经被活埋的小强 还是没有死透 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再次拉出了钻石 得到钻石的小强非常的开心 而这个时候 天空突然降下一道惊雷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怎么就弄不死你呢 这回应该是死得偷偷的了 二狗子也找到了烧着黑炭的小强 还发现了钻石 村民们看到也傻眼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钻石 人类的探电是无限的 更是能让你做出一些疯狂的事 为了钻石 村民们开始了不怕死的进攻 而二狗子看到他们这种行为 丝毫不慌 他掏出自己的大刀 直接一个挥手掏 但是对方早已经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 他们分头逃跑 二狗子还踩中了陷阱 最后他被逼到了山崖 他放声大笑 看着村民们贪婪的嘴脸 二狗子并没有成全他们 直接把钻石吞进了肚子 然后跳下了山崖 醒来的二狗子莫名其妙地 就到了鬼屋 鬼虽然可怕 但是人形更可怕 他想用这里的电话求救 但是这个电话却是坏掉的 他躲到了一个房间 女鬼突然出现 二狗子心中默念 但是女鬼还是不肯放过他 二狗子晕倒了 女鬼又把他叫醒了 但是外边的村民那么可怕 二狗子是说啥不懂 女鬼不乐意了 你干啥呀 你还烂着我家不走了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哎呦 你别说 你还挺沉 我有点追不动 不走 说啥我都不走 今天晚上我就住这了 但是人家女鬼说了 你要不走 我就选择报警了 二狗子只要选择走掉 女鬼看着一拳一拐的 顿时爱心泛滥 不仅留着过夜 还帮着包扎伤口 二狗子也是意高人胆大 当中就调戏起了女鬼 谢谢宝贝 宝贝 对呀宝贝 不想叫我宝贝 好的宝贝 虽然这个宝贝 有点白那张晚期 但是并不影响她的美貌 反正关了灯都一样 就这样 孤男寡鬼 共处一室 男人像个色狼 女鬼像是小羊 怎么看 这剧情都有点不对劲 这鬼不应该是特别可怕的吗 这才像个鬼样吗 什么叫意高人胆大 都这样的 二狗子害掉鬼呢 最后 他在女鬼这得知 这帮村民原本是一帮孤儿 被女鬼所在的孤儿园领养 但是这帮村民 为了卖掉孤儿园的地皮换钱 而谋杀了老院长 就连他这个当时的目击者 也没有放过 他们开车撞向了他 二狗子得知后 想要带女鬼找他们报仇 但是女鬼却不同意 二狗子对女鬼大喊 你这样还算个鬼吗 但是没想到 直接给人家喊哭了 你对人家吼什么吼吗 好歹人家是个女孩子 女鬼看到她的影子是越来越弱 直接把她推出了窗外 原来二狗子现在也是一只鬼 她的身体正在昏迷 如果不尽快回到自己的身体 那么她就会变成真的鬼 她回到了自己跳牙的地方 再次跳了下去 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村民准备开膛了 而这个时候 小强又活过来了 不对 这只女鬼附在了小强的身上 村民们也不害怕 毕竟都是老乡子了 直接就开始反击 然后活着当地把鬼给掐死了 掐死了 这只是她换了另一个身体而已 老朋友录音机播放经文 成功把女鬼驱走了 解决掉了女鬼 他们接着取钻石 二狗子却说 我其实还有更多的钻石 就在我的保险箱里 人的贪婪是无限的 村民们决定去找更多的钻石 他们把二狗子一伙 砌到了墙里 在车上 村民们已经计划好 要怎么花钱了 而这个时候 司机突然换上了白电杖 直接一个排水渠过完 把车开枪了三崖 而二狗子这边 利用男人的胯下之力 成功把水泥墙给顶开了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二狗子最后把女鬼的坟墓 装修了一下 其实是鬼片 看是鬼片 其实又是喜剧 而在喜剧的背后 也在告诉大家 比鬼更可怕的 其实是男人那张嘴 是不是以为 我要说人情的险恶 这期就到这了 喜欢大集的写说 还请点个关注 关注大集 忘记不开心 散会 么么么哒 挺长时间没种恐怖片的 今天走一部非常下饭的 灵魂题材的电影 李璧华鬼魅系列 那为什么说下饭呢 因为这个电影名 总能让我想起 某辣酱品牌 第一个故事 枕腰 女神级的演员 陈法拉主演 两个字形容 香烟 小诚和他男朋友非常恩爱 他下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洗澡 打算今晚翻他300个跟头 这时候 阿栋的手机响了 他回了一条信息 就发现 至今每收到一条信息 女友包里的手机 就会响一下 那没有这么巧合吧 果然 女朋友在监视自己的手机 小诚也听到了 立刻就冲了出来 先发自人 你为什么要发我包 阿栋则问起了手机的事 但小诚说了 你心里没鬼 还怕监视吗 那气氛已经鸿涂到这了 小诚干脆翻起了旧账 你留着前女友的东西就算了 你为什么 还背着我偷偷借的钱 那借女朋友如此生气 阿栋得安慰一下呀 说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再说钱也不是借的 是直接送的 小诚一听 直接抱走了 看着女朋友如此暴躁 阿栋直接采取了实际行动 背上书包 叫丽娅出手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自从男朋友走后 小诚又开始连续失眠 各种办法都连续不到阿栋 看着他大大的黑眼圈 医生好心给了他点安眠药 但安眠药也无法让他入睡 这天 小诚路过一家杂货店 似乎受到了魔乳吸引 他走进了店铺 直接买下了一个枕头 但当他走出来的时候 身后的店铺 却是关着的绝联门 到家后 小诚痴迷地抱着枕头 不知不觉 他竟然睡着了 而在他睡着后 阿栋竟然回来了 小诚求他不要离开 而阿栋更是热情 于是就 小诚醒来的时候 哪还有阿栋的身影了 他觉得自己肯定是 太过失念 做梦的 立刻就回去睡了一觉 诡异的是 他只要抱着枕头 就会梦到阿栋回来了 然后就是 小诚干脆请了长假 每天在家抱着枕头睡觉 但睡眠质量这么好 他就越来越憔悴 甚至在梦里 都变得虚弱无比 而就在这一玩 另一个阿栋竟然出现了 原来阿栋当晚根本没走 而是被小诚 失手给杀掉了 而小诚对阿栋的感情 已经近乎于偏执 明知道自己越来越虚弱 却还是愿意躲在梦中 不愿意醒来 那这个故事里 有很多不能播放的情节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也没有必要去开圆片了 因为经过反复 重复 认真的研究 我发现这些情节 陈法拉用的都是替神 第二故事 张乌 典型的港式惊悚 也是任大华导演的处女桌 有很多老戏骨帮忙客串 影片一开始 一个浑身惨白的小女孩 挨家挨户的求人收留她 一个女人看到她后 直接把剪刀丢向了她 好在小女孩消失了 镜头一转 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里 达叔无法入睡 他指着墙上的两个娃娃说 第二天 达叔买了一块面包 匆匆的向工地赶去 路上碰见了车祸现场 他围观了一会儿 结果他就迟到了五分钟 公投说 临时工有人排着队都要干 毫不犹豫就给他开除了 回到出租屋后 达叔对着娃娃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他还对娃娃说 自己有得住 他们才有得住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但老板娘整天抱怨她 不是肉切得太厚 就是降滚淋得太多 而在休息的时候 达叔拿了一块肉 给了门外的小女孩 老板娘见多失望 知道有东西跟着达叔 就找了个理由辞退了她 还劝她干脆就拿纠结金过日子吧 达叔回去的时候 小女孩在身后跟着她回家 路边的狗子都不敢冲她叫 到了晚上 达叔想起老板娘的话 但她有原则 她有手有脚 绝对不拿纠结金 她拿出一会儿纠报纸找工作 而一条新闻吸引了她的注意 负伤的妻子骨灰被盗 结果被负伤高价赎回 有偷金偷闲偷赢的 偷骨灰的 还是偷一回见 达叔仿佛找到了商机 但这些有钱人的墓 修得都太结实 于是她来到了骨灰寄存处 她的第一个目标 是一个老人 照片非常干净 后代肯定是孝子贤孙 她偷走了骨灰坛 然后留下了字条 要五万块赎回骨灰 很快 她就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是老人的家属 特意打电话来感谢的 还拜托她把骨灰倒进海里 自己不用背上不孝的罪名 还省得年年去祭拜了 达叔一气之下 把骨灰倒进了马桶 而老人 在她身后瑟瑟发抖 很快 第二个电话就来了 这人愿意出钱 赎回骨灰 对方约在一个饭店前面 达叔先到了 他听到了开门声 结果乡下看去 没看到任何人 一回头 人已经坐在座位上了 男人说 他是死者的堂哥 这件事不想惊动任何人 那按照约定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就在赎钱的时候 男人问他 你就不怕鬼吗 达叔说 你们有钱人不会懂 穷比鬼更可怕 达叔边说边抬头 突然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下一秒 男人出现在门外 冰冷的向他挥着手 他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见过这个人 就在墓园的照片上 果然 回到家后 钱已经变成了冥币 达叔吓了一跳 急忙把纸钱 放到潭雨里烧了 结果火星事件 火势蔓延了整个房间 然后他就变成了 恶灵骑士 那电影的最后 达叔和两个小女孩 一起在街上游荡 因为他们都无家可归 这是达叔的 第一部导演作品 和张家辉的那部 《低压潮》有点像 想要表达很多东西 但却又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那影片出自李碧华鬼魅系列 是2013年的电影 有一点老事港片的感觉 喜欢的可以去看看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哒 这期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恐怖片 直接一步到位 挑战一下 被誉为世界第一的恐怖片 由日本著名肢体表演艺术家 声音表演艺术家 佳椰子主演的 《咒院》 恐怖镜头 均已替换成 貌美如花版的佳椰子 请大家放心观看 那故事非常简单交代一下 就是一个叫 左伯刚雄的男人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孩子 还有一只大黑猫 然后这个房子 就简单地变成了个兄仔 很多年后 这个左脸酷是冰冰 右脸酷是晶晶 善良欲结又冰清的义工 咱们就叫他丁丁 受领导的委托 他要去照顾一个孤娃老人 而刚到地方 丁丁就吓了一大跳 这屋也太乱了 而且这老太太埋态 随地咋有便不说 还有点神经兮兮的 丁丁心里头是一百个不乐意啊 说好了是照顾老人 结果还得干家政 那这伙 得价钱 结果在他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听见楼上有奇怪的声音 恐怖片的演员呢 都有强烈的求职欲 他就想看看到底是啥 说出五名 下属一跳 丁丁的脾气也上来了 我就瞅瞅你是谁 结果 是个小孩 他立刻就给领导打去了电话 说好了是照顾孤娃老人 你没说还有个孩子呀 这可是另外的价钱了 这边刚查完价格 回头他就被楼梯上的小孩吓了一跳 我没猜错 你是叫道容吧 结果小孩说他叫俊雄 那可拉倒吧 你长得一点都不俊 这时候老太太突然不行了 丁丁就赶紧过去看看 结果老太太一瞪眼 就要躺下 丁丁一看 坏了 遇到碰瓷了 突然 他就听到了一阵非常有磁性的气泡音 本片的女主 家业子散亮灯上了 用一段观音做脸 直接给老太太坐走了 然后丁丁就晕过去了 这老太太其实之前和他儿子 儿媳妇一起生活 这天儿子小父照常去上班 儿媳妇小平就听见楼上有动静 再也不知道他看见啥了 直接就飙了一嗓子女高音 晚上下班回来 看到小平已经是躺平了 但是还有一口气 小父就先是打电话求救吧 这时候可爱的俊雄出现了 小父也感觉有点不对劲 就趴在床缝里那么一瞅 小可爱突然出现 给小父吓了一跳 一屁股压媳妇搅上了 媳妇被压得喘门来气啊 然后 这时候小父的妹妹小红来了 结果哥哥不待见他 神经兮兮兮就给他撿走了 但已经去过了家业子的家 那小红也是在街南逃了 回家的时候 总能听见诡异的声音 然后吓得他 直接跑到了厕所 那咱说大姐你往哪跑不行 你非得跑厕所来 那果不其然 他看到了家业子在和花子谈论社团活动 小红下的警方去找保安 那保安大哥无所畏惧 毅然决然的就去了 不出意外的 他就领了便当 小红下的立刻就跑回家 藏到了非常安全的地方 被窝 接下来 那就是我童年的噩梦了 因为家业子告诉你 被窝里也不安全了 但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不害怕了 家业子竟然是我自己 漂亮妹子的被窝 我也想钻呢 时间回到了现在 领导来凶宰找丁丁 一进门 就看到了去世的老太太 和已经下云的丁丁 领导果断就报警了 警察在衣柜里 发现了小夫妻的尸体 经过调查 警察发现 这间房子已经发生过 好多命案了 他们就找到了 之前负责案子的警官 鼻子往下挡住 酷似天花哥的远山 远山查看遇害者的录像 发现了罪魁祸首 家业子 那家业子也通过视频通话 给远山抛了一个妹眼 给远山瞅得有点害羞了 就趁着夜色 来到了家业子的家 打算来个热情似火 结果刚要点火的时候 他看到了幻觉 自己的女儿小全 和同学们在隔壁玩耍 然后身兼致残的 肢体表演艺术家 家业子 闪亮登场了 好在这个时候 同事们赶来支援了 远山一看 果断挺身而出 毫不犹豫的逃跑了 两个同事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功加入了 家业子的豪华晚餐 画面一转 切换到了小全 从桌上的遗照可以看出来 虽然远山跑了 但也没能幸免 而当时远山看到的画面 其实是真的 小全也去过家业子的家 虽然他把窗户 已经呼得奄奄实实的了 但还是难逃被KO的命运 唯一见过家业子 还幸存的丁丁 已经是康夫出院了 但老是有恐怖的事发生 比如总有人在他后面 好像是在逗小孩 又比如洗澡的时候 老是有人在他后面 帮他洗头 吃饭的时候 桌子下面还蹲了个俊雄 睡觉的时候 凭空多了一屋子的黑猫 那爱猫人是狂喜啊 多出来点啥 其实不可怕 你要是发现你银行卡上的余热少了 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呢 丁丁有个好闺蜜 是个很负责任的老师 这天就要去学生家里做家访 而这个学生就是俊雄 丁丁知道后 火急火燎的就去了兄宅 但为时已晚 他亲眼看到了闺蜜 成了家业子的晚餐 你说到这个时候了 那正常人是不是得赶紧跑啊 但人家一高人胆大 去照镜子了 他突然想起来 每次看到俊雄的时候 都是把手指头摆成了这个形状 据说日本有个传说 这样就能看见阿飘真正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暂停一下 哎 你怕不怕 接下来就有请 日本著名肢体表演艺术家 家业子小姐 闪亮登场 而他真正的模样 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然后家业子就突然不见了 房子的主人 左伯刚雄出现了 电影伴随着一声 呀妈的 就结束了 电影的剧情 其实不用太深究 本身这部电影 就是为了吓你而吓你 可以说 在一部电影的时长里 这部电影的高能镜头时间 比其他好几部电影加起来都多 那某种方面来说 他也算是非常良心的恐怖电影了 希望没有吓到你 那咱们下期见 默默的 这绝对是电影史上 最没面子的杀人玩偶 不但杀人不成功 还反复被人类羞辱 对比其他玩偶家族的前辈 玩偶分立 可以说是丢进了家族的脸面 这件事 还要从这家人搬进这个兄宅说起 哥哥妹妹和嫂子 搬进了一座新房子里 在收拾阁楼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 打开一看 是一个浑身缠满铁链的木偶 名牌上写着他的名字 分立 大家也没当回事 就把那娃娃放回了远处 但怪事就在热门开始发生了 睡觉的时候 阁楼突然传来了怪声 妹妹被吵醒 接着听到了铁链落地的声音 转头一看 本应该在阁楼的分立 此时正坐在他的房间 妹妹认为 这肯定是哥哥的恶作剧 于是就把他丢在了门外 但是第二天 这让他更加肯定 昨晚就是哥哥的恶作剧 白天哥哥出门上班 家里只剩下了嫂子 妹妹还有分立 妹妹在收拾衣服的时候 分立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另一旁 洗澡的嫂子听见了声音 急忙询问怎么了 分立听到后 拿起厨房的面包机 然后来到浴室 两次刺杀失败 分立七刀撞墙 这时候他又听到哥哥回来了 他昨天拿起球棒 他又在哥哥身上 找回自己的自信 三个月后 乖巧可爱的分立 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打不过就加入明智的选择 但是他的杀人计划 可还没有放弃 当着大家的面下毒 被发现了 有点尴尬 但是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有时候 他也会突然出现在后座 然后掏出塑料袋 玩偶分立在地塔上插满钉子 然后在地上撒满玻璃球 接着摔碎玻璃 声音会引来人 然后踩到玻璃球 滑倒在钉子上 但是没想到门是向你开的 妹妹生日这天 哥哥和嫂子一起给他庆祝 哥哥还学着分立杀人失败的模样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完全不顾一旁分立的想法 怎么的 杀人防偶不要面子的吗 分立走到一旁 在抽屉里拿了一罐易燃气体 结果他拿反了 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分立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刺杀 他在客厅布置了一把弓弩 用绳子拴在扳机上 然后躲到远处 用力一拉 客厅里传来了大叫 分立兴奋的浑身发抖 开心的跑过去 果然 弩箭射到了天花晚上 而大叫则是因为猫咪拉在了地毯上 哥哥大发雷霆 心爱的猫咪有难 分立挺身而出 决定独自承担这一切 结果就是 杀人失败 受尽侮辱 分立决定远离这喧嚣的世界 与心爱的猫咪告别之后 独自一人回到了阁楼 这天晚上 两个劫匪入室抢劫 哥哥出门查看 结果被打晕 分立听到声音醒了过来 看到这家人被劫匪绑架 兴奋到浑身发抖 但是当看到劫匪用枪对着猫咪的时候 分立突然神情大憋 劫匪看到嫂子和妹妹后 决定顺便截个射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杰匪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阁楼的梯子降了下来 走上去发现一对玩偶 中间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脚下突然出现一堆玻璃球 分立突然跳起 杰匪吓了一跳 踩到玻璃球上 扑在了扎满钉子的地毯上 随后一个塑料袋 套住了他的头 差点让他窒息 分立把杰匪卷到地毯中 然后套出那把熟悉的刀 听着杰匪的惨叫 分立开心不已 可算是站起来了 另一个杰匪听到动静 也出来查看 看到分立坐在椅子上 他没大回事 他想看看床下有没有人 分立掏出弩箭 直接射中他的大腿 然后就跑出了房间 杰匪跟着他来到浴室 发现浴缸里有一个面包机 但是没有通电 灯突然亮了 分立拿着一根火柴 然后掏出毅然喷雾 直接把杰匪的手 变成了烤柱体 杰匪把手伸进浴缸里灭火 分立接通电源 面包机过电 直接让杰匪领了盒饭 事情结束后 大家一起凑钱 给分立买了件新衣服 然后又一起喝了一杯牛奶 哥哥觉得太甜 嫂子说 自己就放了一点糖啊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分立把糖当成了毒药 哎 尴尬的撸猫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有网友说 分立真的是被诅咒的杀人玩偶 但是他的诅咒是 只能杀坏人 只要是心存善意的人 就会百分之百吃他失败 这也就解释了 同样的手法 为什么就对杰匪生效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关注 么么哒 信封阴阳规划场势 设立结界保护东京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 还在使用魔法的国家 日本衍生出了很多奇葩的职业 其中当于 简尾鱼入脸是 喜屋人最为出名 因为这三个职业 一天赚死万 那有手就能做 今天这部电影 就叫喜屋 众所周知 日本有着领先世界水平的死亡率 那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 如果一间房子出现过命案 那么对房价的影响是致命的 于是日本中间有一个义务 就是必须向买家说明 房屋救主人的情况 但这个义务有个漏洞 他没有规定 必须要说到第几任主人 找一个胆大的人去凶宅住几天 凶宅就被洗白了 这就叫喜屋 小米就是喜屋界的精英 进屋就拿出指南人确认防卫 然后在东南方向 摆上一盏大鹅台灯 大鹅如果闪烁 就说明这房子里有阿漂 推开御师门一看 果然 小米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脱了衣服就准备睡觉 那小米为什么不害怕呢 因为他早就麻木了 小的时候 父亲送给他一盏大鹅灯 然后出门就被车撞了 母亲伤心自极啊 就把他交给了外婆 然后就离家出手了 外婆一生要强 不弱于人 早就比父亲还突然 然后舅舅就出现了 收养了他 舅舅是个典型的小会会 竟干些上面讨债子类的活 而小屋做喜屋人 也是舅舅安排的 主要是他有能看到阿漂的能力 而小米把他看过的阿漂 一个个都画了下来 那阿漂就问他 你不害怕吗 小米就说了 阿漂有什么可怕的 人心才可怕 因为阿漂接触不到实体 所以只能是 小米吃着 他看着 小米喝着 他看着 小米洗着 他看着 两个人相处的非常融洽 那阿漂生前是个摇滚乐手 还录制了一番单举时代 但怕被别人批判 就一直没发布 小米听过后的评价就是 土 但土到极致就是帅 那阿漂很高兴啊 就把池袋送给了小米 而小米又马上就要离开了 因为舅舅给他找了个新活 而这次的房子 就厉害了 是一个凶暗舞 怨气很重 刚刚入住凶宅 大哥就开始闪烁 那一回头 就看到一个被刀子捅死的女人 这种阿漂最烦人了 那怨气很重 满嘴放狠话 整天就念叨着要报仇什么的 小米不想搭理他呀 就装着看不见他的样子 然后 完了 这下暴露了 阿漂就开始向他抱怨 说自己死的好惨啊什么的 那情绪一激动 整个房子都在颤抖 小米觉得太吵了 就跑出了房子 然后到网吧 查了一下女阿漂的死因 女阿漂生前是个counter 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粉丝 那网上还有他预案后的调查视频 视频里的男人 自称是他邻居 但他眼神躲闪 知之勿勿 而小米也发现 这个男邻居 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接近自己 小米回到房间 告诉女阿漂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邻居 阿漂表示不可能 他烧得跟个小鸡蛋似的 杀害他的是个跟踪狂 非常强撞 为了让小米帮忙 女阿漂开始了精神攻击 全天24小时的缠着他 而这天 那阿漂突然出现在这房子里 正常来说 阿漂是不能离开 自己去世的地方的 但是那阿漂发现 自己可以依附在磁带上 就跟着小米来到了这里 两个阿漂见面非常投缘 哎呀好巧啊 你也是被刀子弄死的呀 我也是啊 俩漂闹着闹着 还闹出了感情 那家伙都能拍一部 阿漂爱情故事了 小米不想当电动炮吧 就独自跑到了桥上 邻居男这时候跑了过来 就以为他要跳河 两个社交障碍的人相遇 那交流起来是无比的顺畅 最终 邻居男还是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说 当时他听见了女阿漂的呼救 但是因为害怕 什么都没敢说 他很后悔 所以才接近小美 想提醒了注意安全 和阿漂最近的相处 再加上邻居男的关心 这让小美这个冰冷的心 感觉到了一点点温度 就就发现了小米的转变 难道是和阿漂相处出感情了 于是他就找了小米的母亲 希望他能去见见小米 不然小米说不定 会落得和他当年一样的下场 而另一边 小米召集了两漂一南 开始着手破案 根据女阿漂的描述 小米画了一副凶手的画像 他让邻居男拿着画像去报警 当天晚上 负责这个骗区的警察 就带着画像找到了邻居男 见面就给邻居男打倒了 两个阿漂听见声音 穿墙过来 正好就看到了警察 女阿漂可以肯定 警察就是杀害他的凶手 那阿漂想要救邻居男 但是阿漂根本碰不到实体 警察一边的殴打邻居男 一边说出了案发的经过 原来警察是女阿漂的粉丝 那登上榜一 全靠工资 结果他网上叫人家小可爱 见面却说人家是个丑八怪 那连手都不让他牵一下 一怒之下 他就尾随女阿漂 然后就给他杀了 这时候 门外有人敲门 警察叫邻居男去开门 结果一开门 小米就拿着灭火器一顿喷射 舅舅也出来帮忙 终于把凶手给制服了 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女阿漂放下了怨念 而舅舅也带着小米 见了他的母亲 其实母亲早就去世了 只是一直放心不下女儿 而小米也想起了那段回忆 小时候的生日 父亲送给他一盏大额胎灯 第二天 父亲就出车祸了 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回来 而能看到阿漂的母亲 怕他吓到女儿 就把小米送到了外婆那 然后就去了精神病院 没多久 母亲也去世了 如今看到女儿终于长大 他也可以放心的走了 而舅舅其实也能看到阿漂 就是外婆的阿漂 把小米嘱托给了舅舅 那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有更多的阿漂 等着小米去救赎 而他也和邻居男成为了情侣 一起做了喜悟人的工作 电影那就结束了 那喜悟人这个职业 的确是存在的 也是个相当高薪的职业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学历和技术 换说是你 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吗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哦 今天给大家整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猛鬼实验室 放心啊 绝对不吓人 敏感肌肤也能看 要说医院的恐怖氛围 那是仅次于殡仪馆的存在 在泰国 就有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夫 医书那是相当的高潮 上岗三个月 送走108万患者 小弟戴眼镜 大哥三七分 没事的时候 就爱讲点鬼故事 调侃一些小护士 但故事毕竟是故事 那都是假的 这天晚上 大哥就说了 咱要是能见个真鬼就好了 结果他们真看着了 头一次听到了人类的呼唤 那狂狂的巨龙 表示感谢 从动作的标准来判断 这鬼很有可能是日本的 可能是生带辣家了 不然高低给你来一句 死你麻烦 这要是一般人都得吓坏了 但大哥异常兴奋 原来 他已经研究鬼好几年了 那小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幻觉还是怎么的 他就见过一次去世的父亲 这让他下定决心 这一生 都要致力于鬼魂的研究 那为了见过鬼 他是走过南闯过北 去过印度和北美 适合死人挤过床 还去过韩国的闹鬼房 那结果就是 他没见到过鬼 但如果他能证明鬼的存在 那么他肯定能登上 走进科学的封面 那小弟一听 毅然决然的加入 当然不是为了名利 因为他的母亲重病 如果这项研究能成功 他就能变相和母亲永远在一起 好 你找爹 我找妈 咱们一起成个家 大哥说 其实见到鬼很容易 你只需要知道 如何见到鬼就行了 听到这个结论 两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好在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于是决定 用科学的办法找鬼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那要如何用科学找鬼呢 大哥拿出笔记本 里边有他十几年的研究成果 凌晨三点 他带着笔记本 在收货机房 手机带鬼 这时候 地上的纸突然动了 小弟上去就给摁住了 结果惊人的发现 就这样 白天工作 晚上找鬼 那几天下来 大哥的精神都有点恍惚了 冰人明明做的是篮尾手术 结果他把人盲肠尬下来了 那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小弟赌上了自己博士的名誉 用三天时间得出了一个结论 鬼无非就分为两类 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那认识的鬼 就比如大哥的父亲 很有可能出于想念就会来找他 那不认识的 凭什么来找你呢 大哥一听 非常有道理啊 所以接下来 他们要创造一个和他们认识的鬼 于是大哥利用植物植别 和一个癌症惋惜的大学生谈恋爱 希望大学生变成鬼之后 回来找他 但小弟觉得这样太残忍了 这不是玩弄人家感情吗 那大哥也不想啊 但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呀 仿佛感受到了孩子的困惑 小弟的妈妈 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小弟悲痛欲绝呀 急忙在妈妈的房间里 架好了摄像机 当天晚上 他妈真回来了 嘴里好像还说了点啥 那小弟没听听啊 妈妈 你信号不好啊 下次接着交花费呀 虽然见到了鬼 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小弟思考了一宿 可能他妈不知道他们的实验 所以也就没法配合他们 于是他决定 他自杀 然后回来找大哥 不仅能去找妈妈 还能顺道完成实验 那大哥一听 你疯了吗 你不能就这样走啊 于是大哥迅速加好摄像机 现在你可以走了 就在小弟要抠动半截的时候 他又看到了他妈 这次他听听他妈说什么了 大哥 我妈说枪里没有子弹 不能啊 我明明装好了呀 我试试 这是科学发展的一大步 小弟用科学的办法 证明了鬼魂的存在 他手指着空气对大家说 实验之所以能成功 还要感谢我死去的大哥 就在这个时候 大哥的女朋友来了 大骂他没有良心 为了实验 竟然让他大哥自杀 说完 少的就拿起了枪 原来是一场梦 回到现实 大哥自杀已经九十多天了 那眼瞅就要百天了 可是还没有回来找自己 那小弟坐不住了 于是爬到了顶楼 他想去问问大哥 到底干什么去了 就在他跳去的那一刻 大哥 是你吗 大哥 小弟高兴坏了 他认为 大哥肯定是感觉自己有危险 于是回来救他了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回到了实验室 拿出柴子刀 把自己的手指都放了上去 然后 小弟躺在病床上思考 那为什么大哥没现身呢 不行 我得去找个人问问 于是 他来到了大哥的家 阿姨啊 你肯定很失恋大哥吧 不如 还没等着说完 大哥又出现了 但这次的时间还是太短 回去的时候 小弟碰见了嫂子 嫂子因为大哥的死 那非常的伤心呢 小弟想安慰他 就抱了抱他 突然 大哥又出现了 小弟不愿意了 我牵了个手 你都没出现 我只不过就抱了抱他 你就 为了能再次见到大哥 小弟在嫂子的饮料里下了药 那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然后 这次大哥是真出来了 直接附身在了自己的尸体上 一套组合拳 直接给小弟打断气了 在一个白色空间 小弟终于见到了大哥 大哥劝他放弃实验 那人鬼殊途啊 他们不应该有过度的脚异 那说完之后 小弟重新活了过来 因为大哥的尸体 给他做了心非复苏 小弟听从了大哥的话 删除了所有的实验记录 那毕竟人鬼殊途啊 于是 他和嫂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嗯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其实这部电影啊 整体的节奏和恐怖氛围都挺好 那就是少了点恐怖 怎么说呢 那喜欢恐怖片的 和不喜欢恐怖片的 看完都沉默了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哦